把電流溝錶掛在冷氣室外機供電線 測試開機瞬間用電是否瞬間爆充 室外機壓縮機的啟動瞬間 它電流量是其實是比較高的 不過就短短的幾秒鐘這樣子 然後後面就去穩定 電表螢幕顯示最高一度飆到13安培 但冷氣運轉後平均落在5到6安培 定頻冷氣會比變頻冷氣的壓縮機 啟動的次數會比較多 其實真正影響耗電量 是冷氣運轉的次數 而非開關頻率 因為冷氣一關 室內溫度提高3度 重新運轉更耗電 專家建議離開半小時以內 不用關冷氣 它如果常常開開關關的話 就是它的溫度一直跑來跑去的時候 我們是比較耗費一倍以上多的電 一個月至少也可以省下 可能100多塊的一個電費 但想省前吹冷氣還是有方法 冷氣打開之後 可以先把風量的部分調到最大 先把風量開到最大 讓室內快速降溫 冷氣就能低頻運轉 如果室內位置有西曬或陽光直射 達人建議要用物理性方法 減少光照和熱源 你出門就是把窗簾拉起來 然後阻絕外面的太陽光照進來 多 3年多 一般民眾習慣夏季前 清洗冷氣濾網和出風口 但省電效果有限 天氣越來越熱 用聰明方法吹冷氣 才能省錢又省電 這就是阿公的蠻紅軍的泰國報導